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这几年 中国发生的事情 经常会出现 既群急剧的翻转 翻来覆去 左右摇摆的情况 这就说明 中南海最高决策层的斗争激烈 习近平对他的反对派的压制 是越来越不容易 他越来越会遭到反对派的反击了 最近发生的两件新闻 又反映出来 习近平遭到了反对派的反击 第一件事情 是中央电视台突然发了一个 揭发陕西省地方官员 扶贫造假的负面新闻 大家都知道 现在中国对负面新闻报道的管理 越来越严 越来越难看到负面的新闻了 中央电视台每天都是 形势大好 到处阴歌厌舞 你基本上是看不到负面新闻的 即使有负面新闻 负面新闻的主体也都是什么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这些非政府官方部门 比如说马云的蚂蚁集团搞垄断 美国的特斯拉汽车质量有问题等等 负面新闻出现政府官方这样的部门 他们的负面新闻是极其少见的 可是这一次央视报道 陕西省地方官员扶贫造假 这个负面新闻的主体就是政府官员 而且大家是针对习近平作为一个标柄史册的伟大功绩的扶贫 是这个负面新闻 这等于就是给习近平这个扶贫是抹黑了 暗示习近平这个扶贫它不是真的 是一个假造出来的数字工程 这样的新闻出现是有损于习近平形象的 肯定不是习近平想要的新闻 这就是有人要向习近平发难的 第二件向习近平发难的新闻 就是人民日报记者沈文明 对上海的特斯拉维权事件 做出一个和主流官媒相反角度的报道 这个卫博现在没有被网管删除 显然也不是他的个人单独行为 因为当前的中国网络管理是极为严厉的 如果是出现和主流官媒不一样的身影 马上就会被网管封杀屏蔽 不久前温家宝的文章都被网管封杀屏蔽了 由此可见现在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 如果出现不同观点立场的身影 那么必然就不是个人行为 它是有背景有后台的 所以这次人民日报的记者敢于发出 和主流官媒不一样的身影 而且也没有被网管封杀屏蔽掉 这就是一个政治事件 这里就简单回顾一下上海特斯拉维权事件的经过 不久前的4月19号在上海举办车展 在美国特斯拉汽车的展台上 有一名声称是特斯拉车手的女子 身穿印有刹车失灵的衣服 她就爬上了一辆特斯拉的展览车 跑到车顶上站在车顶上抗议 不过这个抗议行动不到一分钟之后 这个女子就被现场的工作人员强行抬出场外了 不久上海公安局警方就给出了有利于特斯拉的一个处理 他们认定这个女子是故意绕场 所以对她处于行政拘留五天的严厉处罚 另外一个一起闹场的女子是被进行了警告的一个处罚 那么上海公安局警庭通报 他是这样说的 2021年4月19号11时24分许 清普公安分局接报 有人在上海车展一展台内闹事 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警察张某和李某应与该品牌公司有消费纠纷 于是当日到车展现场表达不满 期间两人在该展台区域通过肆意吵闹等方式 一度引发现场秩序混乱 张某还不顾工作人员劝阻 强行爬上一辆展车车顶 造成车辆一定程度受损 目前张某应扰乱公共秩序被处以行政拘留五日 李某应扰乱公共秩序被处以行政警告 上海警方在通报中表示 消费者应通过合法合理途径 表达诉求维护权益 切勿采取过激行为 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我们从上海警方公安局当时的处理结果来看 当时北京的官方其实是完全站在特斯拉一方 因为上海警方对这两个闹事者定罪 说他是扰乱公共秩序 一个人被行政拘留五天 另外一个人被警告 这是一个相当重的主罢了 也就是说上海警方可以说是完全对特斯拉 这个汽车质量问题采取这个闹事行为 他是完全不赞成的 而且还要对这样的闹事行为进行一个比较严厉的惩罚 所以上海警方还要特别对别人 就其他人提出警告说 消费者应该通过合法合理的途径来表达维护权益 切勿采取过激行为 否则将要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警方站在特斯拉这一边 对闹事者进行了刑事处罚 就是等于给了特斯拉底气 针对这件事情 特斯拉就做出一个姿态强硬的回应 特斯拉的微博回应称 我们珍惜每一个客户 所以我们愿意公开承诺 如果是特斯拉产品的问题 特斯拉一定坚决负责到底 该赔的赔该罚的罚 这是我们一贯的态度和处理方式 同时我们也需要说明的是 对不合理诉求不妥协 同样是我们的态度 有人说特斯拉的回应是过于强硬 说是特斯拉不懂中国的国情 其实这样的说法并不正确 因为特斯拉其实他是非常懂中国的国情 他过去一直都是很低调的 从来就没有高调过 这一次特斯拉很罕见的比较高调的强硬 就是因为上海公安局警方对这个闹事者 给予了严厉的处理 给了特斯拉一个强硬的底气 如果上海警方没有对闹事者进行严肃的刑事处理 而是不闻不问不管这件事 那特斯拉肯定他也不敢做这么强硬的回应 就是特斯拉以为他们好像摸准了北京官方的态度 所以又来了一个强硬的回应 结果特斯拉没想到 当前北京的官方叫做翻来覆去左右摇摆 他们更没想到剧情会突然出现一个急剧的翻转 就是在特斯拉发出一个强硬回应之后 新华社突然对特斯拉开炮了 新华社就发表评论文章 题目是谁给了特斯拉不妥协的底气 这个文章就强烈批评特斯拉对顾客的态度傲慢 说他们态度不好 而且新华社这个文章对特斯拉还发出威胁 他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产销市场之一 也是全球知名车企争夺的重要市场 无论哪家车企都必须对中国市场有敬畏之心 诚恳接受消费者监督 等于说就是北京方面表态说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特斯拉你们的心态态度不好 对中国没有敬畏之心 就让你们好好想想后果会怎么样 那么特斯拉还真没想到北京官非 就是他导演的这个剧情会突然翻转 本来北京好像是站在特斯拉这一边 要支持特斯拉的 要严惩闹事者 可是呢剧情又突然反过来了 北京官方又站到了闹事者这一边 反过来又要批评特斯拉了 所以特斯拉一看新华社这个大批判文章 他也知道事情不妙 剧情翻转了 对于特斯拉这样以赚钱为目的的公司来说 他们到中国去就是为了赚钱 他也不是为了和北京当局去抬杠 所以特斯拉马上就低头重新发表一份态度非常谦卑的声明 声称坚决服从政府相关部门的决定 消除不利影响 用最诚恳的态度解决问题 特斯拉这个新声明出来之后 中国的小粉红他马上欢呼啊 说是现在特斯拉傲慢的态度终于端正了 但是呢特斯拉低头端正态度之后 北京还是不依不饶 之后呢新华社又发表评论文章说 特斯拉光道歉还不够 再大的企业也要有敬畏的意识 再小的问题也要有正确的态度 傲慢是要付出代价的 也就是说这次啊 北京是一定要特斯拉付出代价 不能说是你们道个歉就轻松过关了 这样一来呢 最近中国网络上都在发表一些 关于特斯拉的负面新闻 比如说今天中共网上热传一条新闻 说是特斯拉厦门事故导致私人受伤 你要是单看这个新闻的题目 还以为特斯拉的汽车又出了什么质量事故 在厦门造成四个人受伤 其实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交通事故 和特斯拉车的质量没有关系 一个特斯拉的车主他在倒车的时候 不小心就撞翻了一辆电动车 撞伤了四个人 这种倒车时候误撞人的这个事故是经常发生的 和汽车质量并没有关系 完全就是驾驶者的失误所造成的 现在中国网上要把这种简单的特斯拉车的 这个操作实物的交通事故和特斯拉车的质量挂钩 就是要故意抹黑特斯拉 还有昨天的一条新闻 就是特斯拉又在广州出事 这个也是一个简单的交通事故 他故意把题目和特斯拉把它挂起来 这个新闻说呢 广州一辆特斯拉发生撞击水泥隔离带后 起火燃烧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 驾驶员操作失误导致的交通事故 这个他也要和特斯拉的这个车的质量来挂上钩 中国的交通事故其实也是相当多的 如果每次交通事故 你都归因于这个汽车质量有问题的话 那么现在中国道路上行驶的所有汽车都有质量问题 所以这明显也就是故意要抹黑特斯拉的一个新闻 就是说现在北京官方要在中国 搞一个彻底抹黑特斯拉的宣传战 也就是说呢 在北京官方要搞一个彻底抹黑特斯拉宣传战的情况下 上面我们说的人民日报记者沈文敏 他对上海这个特斯拉维权事件 发出一个和主流官媒相反角度的报道 就显得难能可贵 我们就看一下这一篇沈文敏的微博 他是怎么说的 沈文敏的微博说 今年上海车展一人一阵实名刷脸进场 砸场子的人不是媒体 他是怎么混进来的 主办方管理失责 这是因为今年上海这个车展 他是不接受一般观众的 只有媒体人还有特别被邀请的人才可以进场 普通人是不可以进去的 在车展的入口处他都要验证件 而且还要刷脸 就是要把证件和人脸对照起来 防止有人冒用他人的证件进场 那这个砸场子的人他既不是媒体人 也不是特别被邀请来的人 按道理他是进不了这个车展 所以沈文敏说呢 主办方管理他有失责 居然让这样闹事的人 砸场的人混到这个车展里头来 这主办方的责任是推脱不掉的 沈文敏的微博又说 特斯拉是上海深化改革的一个典型代表 中国对外开放形象 营商环境不仅体现在项目引入和落后投产 更重要的是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和谐环境 不能再让这种杂硬幕后黑手 毁了上海制造中国形象 那就是沈文敏说呢 特斯拉是上海改革开放典型代表 确实是这样 那么现在就是有人故意要闹事 有幕后黑手就是要毁掉 中国改革开放这个国际形象 沈文敏批评现在北京对特斯拉这个围攻 说是有幕后黑手 他是故意这么干 就是要毁掉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形象 那这个批评应该说是相当中肯 因为现在北京这一场对特斯拉的围攻 就是习近平派系主导的 所以这个批评也就是针对习近平去的 我们从上面两件和习近平唱缓调这个新闻可以看出来 现在北京高层的内斗是越来越不平静了 习近平为了在明年二十大要宣布他继续连任搞终身制 他就需要一个亮眼的政绩 所以习近平就把扶贫作为他一个亮眼的政绩 声称这是一个标评史册的伟大奇迹 但是不久前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居然到陕西这个贫困县实地采访 发现这所谓的脱贫那是造假的 实际上这的老百姓并没有脱贫 这样的报道等于就是对习近平脱贫奇迹进行的质疑 等于是公开给习近平抹黑了 那么我们看在北京可以出现这样公开抹黑习近平的新闻 这就表示说习近平已经越难越难以 一手遮天对习近平不满的声音已经开始要喷发出来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